接获地检署只是侦办 目前还不会进行约谈 行员长赖清德今天娶媳妇 长子赖廷允在台南举办婚礼 迎娶美国同校的同学陈小一 婚礼非常低调 习开漏桌 赖清德说因为家人下来低调 因此婚礼的事情都是尊重儿子的想法 很多朋友没有邀请 他也感到非常抱歉 高兽系六贵区清晨举办一场马拉松比赛 邀请到的就是高雄市长韩国云 韩国人在凌晨12点半先赶到六规 天还没亮就抵达会场 关心了民众目光 大家都抢着要跟市长合照 31号就是跨年夜了 怕人潮众多 台北新一份居警方以及维安特勤警方 将会在现场严加戒备 预计派出1100名的警力 还有热爱飞空拍机的民众也要注意 现场没有经过申请许可是无法飞的 警局今年特地拿出空拍机拦截器 在现场发射拦截 那么大家看到龙山寺每一年 抢点光明灯总是大牌长龙 即使庙方今年特别提早预告 最热门的钥匙灯 从两万多盏增加到六万盏 保证都点得到 31清晨6点开始发 号码牌限量1000张 还是吸引大批民众彻夜排队 好接下来关心为了防堵非洲猪瘟病毒 入侵台湾 防检局加强宣导 对违规期待肉制品者加重罚还 有YouTube和家人到厦门玩 买了两条香肠加工品回台 当时没被检验出来 事后又要拍开箱影片 才想起香肠不能入境 二扎自首不会被裁罚 所以把香肠缴回防检局的这一段过程 拍成了影片 连线记者黄永鑫 好接下来看到六福皇宫因为逐月到齐 要在31号走入历史了 老顾客趁最后几天赶紧再来品尝 另外拥有65年历史的知名上海菜餐厅 龙记菜饭也宣布 因为配合都更计划 同样要在12月31号走入历史 很多老顾客抢在最后几天排队泳餐 泰国超行的流水虾吃到饱 现在台中也吃得到了 近期有业者引进媲美曼谷夜市的海鲜吃法 打造仅邻餐桌的18米玻璃LED水道 配合灯光变化超级酷炫 让顾客伸手就可以夹起活跳跳的泰国纱 幸劳幸好吸引大批民众尝鲜 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中国一辆牵引车行驶途中 车上用来绑钢板的麻绳断裂 导致钢板掉落 恰好砸到跟在旁边骑单车的男子 造成男子当场不幸死亡 跟水底聊有一间饮料店被一名男子登门呛响 因为男子怀疑女朋友和店员有感情纠纷 找不到人就怒砸饮料店出气 镜头来看到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第四场演出 邀请到的是黄子娇担任嘉宾 那么在台上呢 双方互窥你来我往看得出好交情 国际消息2018非洲小姐学美比赛优胜者出炉 但是在颁奖典礼上 非洲小姐冠军的头发突然着火了 吓坏不少人 事发的经过 我们交给国际中心的记者陈怀安 2018年即将要结束了 日本平成时代也要迈入尾声 适逢平成最后一年 业者们摩拳擦掌 推出各式年节料理 竞争非常激烈 油价的讯息提供给您 台湾中油公司自明天起调降各式 汽油价格每公升0.9元 柴油价格每公升1元 调整之后呢 参考零售价格 925000汽油每公升是24.5元 955000每公升26元 985000汽油每公升28元 超级柴油是每公升22.2元 而955000油价上次每公升26元 是去年9月18号的市 油价已是近15个月以来的新低 这是我们掌握到油价方面的最新讯息 好即将要迎接2019年了 也要来关心的就是很多银行呢 在明年要把各项信用卡福利减少 像是道路救援的次数减少了 部分银行也把机场接送服务都取消 还有许多银行的现金回馈红利 也跟着变少 台湾是第五选区立委补选 倒数不到一个月 来赢老将选智慧代表参选 上午竞选总部成立 找来国民党漂亮宝贝立委许淑华当主持人 不是天气冷 许淑华全身包紧紧 支持着无缘欣赏好身材 而国民党主席吴敦毅 新科女市长卢秀燕张立善也到抢站台 而对手民进党籍的王毅川 一早则是到早餐店 直播在地好料理 新北市三峡城福山区野兮 昨天警骚货报发现男性遗体 死者全身脱光 只剩下内裤 还有些微淤青以及擦伤 家属公称他击欠了600万债务无力偿还 可能是遭人杀害 不过进行警方的调查 死者留有遗书 内容表示对不起家人 初步调阅监视器 也没有发现外人疲同 不排除是亲身 犯下新北市板桥阳信银行 抢案的嫌犯终于落网 他的身份也曝光了 好这一位是乐福皇宫的主厨 疑似是击欠赌债上百万元 所以抢银行铤而走险 那么犯案的当天呢 他是请病假抢走阳信银行334万元 隔天就拿着90万的现金 去赎回典当的兵许车 而且呢 没有异状的隔天是照常上班 那么警方在嫌犯逃逸之后 展开地毯系的调查 掌握到身份 并且在29号晚间 趁着嫌犯开车 回家的途中 在巷弄里面拦截围捕 有些嫌犯 他是乐福皇宫司录宴的主厨 在高级饭店里服务多年 通常培养一名主厨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磨练 而强匪2017年曾经在厨艺大赛当中得奖 吃过他料理的客人 不乏许多名人 曾经担任六福公关协理的高雄市新闻局长 王浅秋 也曾经出现在他的直播当中 连续假期一碰上湿冷的天气 民众出游 很多人喜欢转往到室内 像是去看展览 从日本来的角落 生物吸引不小的语言潮 光是要拍照 必须等上30分钟 另外一边米奇特展 元气也高得吓人 好莱坞女性安杰琳娜 求利最近参加广播节目 似乎透露了参政的可能性 连线给记者许小晴 美国遭到冬季 暴风来袭 多处下大雪 吹起 强风 交通瘫痪 恶劣的天后 也造成六人不幸死亡 幸运最后带你一起来关心 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五件新闻 我是从慧云 我们稍后再会